不是真正的朋友 他会假装让你觉得他是你的好朋友 他是你的家人 但是其实他是要利用你 他要捅你刀 或者是他要害你 他要打压你 从小到大应该都会有讲 Best Friend Forever BFF 最好的朋友永远要在一起对吗 发生了一些小事情 然后就让这个整个感情破碎 他只要在你的身上捞好处的人 一个好的朋友 他是不会去利用你 或者不会给你一个假象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 最盛满堂的 杜远龙show 我是门白 我是Ezendra 我是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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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讲一下 关于到友情的一些话题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闺蜜 又有一些有敌蜜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是有 很多男性的朋友 就是异性的朋友 但是是跟你很好的 那种友情对不对 对 那有时候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在友情的时候 很多友情就是不会长久 对不对 那可能是友情啊 是那种tossic的 就是很像会有那种感觉有毒的友情 对不对 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就是有利用利益 这样子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是酒肉朋友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讲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朋友 因为真正的朋友啊 真的很难找 就是我们人生的知己 可能我们这一生中我们都很难要找到一个 对不对 那其实你要怎样去看到 就是不要错过这个真心真正的朋友 那其实真正的朋友啊 很多你们有发现到那种很好为友情啊 你可能不会每一天在讲话 或者是甚至你可能不会每一天的都有见面 或者是你不会每一天都约出来 但是有需要到的时候啊 你在伤心的时候 你在低谷的时候 他一定出现了 对不对 那个就是叫真正的朋友 那什么真正的朋友呢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很多人以为他们的真正的朋友 就是很像可能在一起出去玩 一起跟你亲心事 讲一下你的心事 然后他有在 或者是可能真正的朋友 就是你跟他每次有一起出去 然后大家都会有AA 有公平的吃饭 或者是每一次你交到他就一定出了 嗯 对不对 那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这些人呢 就是他的真心朋友 但是呢 其实不是人家听你讲心事 不是人家陪你出来玩 不是人陪你一起去喝酒 或者是一起陪你聊八怪 他就是你的真心朋友 对 什么叫做真正的朋友呢 真正的朋友呢 就是叫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会存在 他会出现 但是呢 他有时候讲的话 太真实 你不想听了 对不对 所以很像什么 我要找一个朋友 不是找一个妈妈 对吧 我要找一个男朋友 不是找一个爸爸 对吧 就这样子 很多人会不喜欢 很像那朋友一直唠叨你啊 这个那个 这个那个 所以啊 很多人啊 你们要去分开 就是有一些朋友啊 他就是只是陪你 就是玩 陪你去吃饭 陪你去讲话 陪你去喝酒 陪你去聊天 陪你去讲心事 但是真正的真心朋友啊 他是真正的真心为你想 对 那比如说 可能今天你有一个不好的男朋友啊 还是怎么样 那个人对你不好 那这个朋友 可能他就讲了一些东西 导致你们就分开 你们就绝交 完全不要做朋友 但是他讲的东西是真的 但是啊 你过后啊 过了几年过后 你会发现到 诶 很像是真的是这样 他讲到没有错 虽然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呢 他们讲到太直接了 但是他讲完直接 是讲到真话 但是你们要去想一下 诶 可能我这个朋友讲的东西 可能要去听一听 这样子 但是有些 当然啦 有很多友情 他就这样讲 是因为要打压你啊 之类的 对不对 但是呢 你要想一下 如果他是真心为你好 如果那个事情是真实发生 在你身上 对你不好的东西 他讲的也是正确的 对吧 所以的话 你的真心 真正的朋友啊 你去看到他 他是真的是 有心的去为你想 真心的为你好 为你想的 再来第二呢 这个朋友呢 可能他不会 每一次都会出来的 他你每次打电话 给他 你get他出来 他不是每次都会出来的 然后他也可能 不是每一次都支持你的 嗯 对不对 但是呢 他会帮助到你 他会教你一些东西 他会教你一些 可能怎么样去过你的难关啊 或者是在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会帮助到你啊 之类的 或者是 有时候可能会 就是有一个度啊 这个朋友会有一个度 这样子 但是不是说 很像每天连在一起 所以有时候啊 很多人的这些闺蜜啊 你们跟他很好 对不对 那些闺蜜啊 你们一起闺蜜 这样子啊 他们就是 很多 就是已经是 过了很多很多事情 才会变成这么好的感情啊 但是呢 就是不要让有一些东西 可能发生了一些小事情 然后就让这个整个感情破碎 所以啊 我问你们啊 讲着你们现在看着影片的观众们 你们 我们从小到大应该都会有讲啊 best friend forever bff 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 有免要在一起 对吗 有 那你们有几个到现在还在一起的 因为来到社会 出到社会 或者是上课的时候 有这些分这些朋友 对不对 所以要有很多很多诱惑 所以很多人就已经是分散了 这个友情已经是断了 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跟看法不一样 所以其实你要找到一个知己啊 要找到一个朋友啊 真正三观 五观 不是讲五观啊 三观啊 他们的三观啊 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智慧 跟你是同等的 甚至是高过你可以教导你一些东西 帮助你一些东西的 那个才是叫真正的朋友 所以啊 这些真正的朋友 可能今天你去找他帮忙 你去问他东西 他会害到你的 他会有一个真相的引导的 他会帮你拉你起的 而不是像那种 很像比如说每天他黏着你啊 但是啊 他只要在你的身上捞好处的人 他只是要利用你 你每天跟他吃饭 每一天跟他在一起 但是啊 一有什么事情就散了 这个就不是真正的朋友 因为呢 这个呢 只是一个表象 我跟你们讲 你们有听过一句话吗 就是说 一个好的朋友啊 他是不会去利用你 或者不会给你一个假象 他讲的东西就是直来直往的 这样子 但是呢 一个假的朋友啊 你很恐怖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啊 他会假装让你觉得他是你的好朋友 他是你的家人 但是呢 其实他是要利用你 他要捅你刀 或者是他要害你 他要打压你 然后呢 你 他会利用你的这些好 去拿到他要的东西 但是呢 你呢 已经是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 真正的朋友跟家人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 有些人呢 他们还会 可能 以利益方面啊 对 你会感觉他跟你很好啊 然后很惨的朋友 那这个朋友呢 他会把你来当一个 Bulletproof Fest 对 就是一个防单衣 这样子 所以有什么事情 他拿你去顶 对 你想一下 但是啊 真正的朋友啊 他会帮助你啊 他会帮你想办法 去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啊 你们不要太天真 不要有压 人家听你讲一些心事 讲两句心事 陪你出来喝一个酒 陪你出来去 消一下你的不开心的事情 他就是你的好朋友 可能他是要利用你 你都不知道 他只是用你最脆弱的时候 去进到你的内心 让你觉得他是你的好朋友 方便他做事情 所以这种人是很恐怖 但是呢 你已经把他当成是家人朋友了 你们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与人之间啊 朋友之间 很多东西 就会让他们破散 甚至是说啊 有些啊 每一天连在一起的朋友 去抢他的男朋友 有诶 我有过来在我学校 那个女生啊 每一天连在一起 每一天出去玩 每一天只要在学校 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呢 有一天突然间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抢他男朋友 对不对 但是啊 他抢他男朋友过后 他又生气 又这个 然后又拉去另外一边 然后又跟另外一班朋友 那另外一班朋友可能 他又讲话话什么 然后又没有了 这样子 所以就变成啊 你们觉得有真正的永恒的东西吗 你想一下 他的家人 跟你的家人的思维 想法 教育 所有东西都不一样 你们知道要找一个知己 要找一个真正的朋友 有多难吗 有多难 到底 虽然你真正的朋友 是会帮你拉起来 会帮你拉你上 会帮助到你有这些悲心 有这些慈悲心 会为你想 会去关怀你 会去帮助你 会提倡你去引导你去做一个好人 去把你的生活过得更好 以你的方式 而且有时候他讲话不好听 对不对 因为他知道这个道德 如果你去做这样子的东西 可能比如说你这个好朋友 那你要选择去做可能不好的事情 那他会跟你讲 你不要这样做啦 因为这样子的话会影响到你啊 怎样怎样 那你当下一定是觉得 这个东西对我好 为什么你没有为我想 对吧 对对 当时这个朋友 他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他有另外一个角度 以他的角度去看 其实是长期来说 对你不好的东西 对你会造成伤害的东西 所以他才会这样的讲 所以有时候啊 就是会往往 就是这样子错过一个真正的朋友 所以很可惜 也是很多人 可能遇到这样的时候啦 会觉得 这个人是我小人 对对对 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些真话 对 对 对 因为很多人其实 真相啊 是人家不能够接受的 像比如说我们讲佛法就好了 我们佛法啊 之类的 或者是物识的东西啊 我们讲出来 很多人是不能够相信 不能接受 但是那个事实就摆在那边 对 你有今天的东西 就是因为你的因果 或者是你的福报 这个东西就摆在那边 这已经是真相了 但是人家不愿意去相信 反而还要毁谤啊 对不对 那就是那个人的选择 所以当你有选择 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 对吧 所以每个人有选择 那你今天跟这个朋友 你选择觉得他是小人 那你就错过了一个朋友 那可能那个人就讲 哎呀我心里 我就为你想 但是你不理解我 他也罢了 也没关系 这样子 他也是会受伤害嘛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啊 你们有时候可能会 就是错了啊 有时候你们做的选择啊 可能你们会选错边啊 对吧 就是像比如说 可能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对你好 但是其实你是选错边 长期来看是不好的 所以很多人为了一时的贪欲 可能比如说他一时的贪欲 比如说他要很像那些玩诈骗的人 有没有 所以他们可能要诈骗 然后他今天诈骗了 他有这个钱 但是他没有想到 他后面的因果多少重 或者是今天他们很假象 给人家看到 就比如说 可能他执着于一些东西 然后他去演出来给你看 他演出来给你看 但是有一天也是会被迫了 对吗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一个真相 但是人家不愿意去接受吧 那有一些可能 这些人就是像什么 我们就来讲 OK 佛法 我们一讲会佛法 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教佛法 那旁边一定有一些人要破坏 对不对 就不喜欢不喜欢 那他们就为了要人家去听他的 他会做一个假象给你们 所以变成真正在讲真话的人 就变成一个是坏人 这样子 那坏人也是会受伤害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也没办法 因为这个东西是人家选择 你不能够去控制人家选择 这个东西就是跟友情一样 所有的情 只要是人与人之间都是一样 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要抓好一个度 所以当今天 人家可以选择去相信别人 这样多人讲佛法 那就看你的缘分 你去信谁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看你怎么去看的 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因果跟你的福报 所以你的因果多 你就会听到 可能你会选择相信别人 那可能你的福报多 你会选择相信对的 这样子 也不是说我们对我们错 或者是谁对谁错 没有对没有错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你交朋友也是有自己的选择 那身为一个真正的朋友 跟你讲真话他有他这个选择 那你要不要听也是你的选择 所以大家你们就是要真正的去看见真相啊 你们真的要去知道有些东西啊 就是真的是缘分跟这个因果 跟这些福报的变现 所以你能不能够把你真正的朋友留住 也是很看你自己的福报的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可能有这个人在你面前 他已经给你这个答案 有教你帮你 他是一个你的贵人 但是你看他是小人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对不对 错过了就错过了 你以后就不会再找回那个人了 对吗 对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真正的朋友 然后也希望 因为这个影片 我知道很多的讯息给大家 也会让大家很多的思考 也会让大家可能想到一些 你们过去啊 跟一些人的一些关系啊之类的 你们会突然想到啊之类的 或者甚至是说佛法啊之类的 你们都会有很多思考的 对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小小的一个小小的影片 小小的故事 讲朋友友情的方式 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影片 你真正的去真心真意的去 用你的心去聆听 它是一个很大的智慧的 OK 不管是你是对人与人之间啊 师徒关系啊 老师 OK 或者是父母 或者是家人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情人 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期影片 就要让大家去多一点思考 人与人之间 去找到你真正的朋友 好感动 听着 有耶 很感动 因为你讲真正的朋友 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难去找的 对 真的很难 你很多朋友 但是真心的朋友 会帮助你去啊 跟着你疯疯的 是很难的 对 有些人不到一两个而已 对 其实也不用讲多 甚至是没有一两个 有时候甚至一个都没有 其实也不用讲多 对不对 对 所以的话呢 你们看到很多人现在都选择 独来独往了 对 因为什么 太多无销社交 没有用的社交 然后反而会弄到自己 就是像那个能量吸血鬼 这样子就对了 让自己辛苦 很累 是不是 所以的话这个我们就要 跟大家分享 然后也尽量给大家 明白这种人事之间的东西 然后去避免 然后让你们 不会这样烦 就是不会这样烦的生活 你可以减掉这个烦恼 这个烦恼可以不需要再存在 对 对不对 那你们去思考 如果你们还不明白其中的里面 你们一直去看这个影片 我们影片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你每一次啊 不管你在哪一个人生节点 你每一天看啊 每一次都会悟到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就是特别的东西在 所以如果你们看完这个影片 你们可能一个月后再回来看这个影片 又有不一样的想法了 对不对 ok 所以的话呢 如果你们喜欢影片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 还有想法 还有你还有什么喜欢 想要看的内容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还有不要忘记去订阅我们其他的平台 因为我们会时不时的 分享更多的玄学智慧 给大家还有直播互动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 我们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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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